蔡徐坤承认让女方怀孕打掉孩子了 7月3日沉默一周的蔡徐坤终于发声回应 蔡徐坤称她是两年前处于单身状态时 和新女士有过交往 两人都属于双方自愿 女方和她交往时也不是未成年 也不存在强制堕胎 没有违法行为 她在文中恳请媒体不传谣不信谣 除此之外 蔡徐坤还表示这件事对她来说是惨痛的教训 这两年她一直都在自责和懊悔中 她在文中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并表示之后会约束自己的言行 接受大众和社会的监督 蔡徐坤发声回应后 粉丝们都表示相信她 会继续支持她 不过蔡徐坤在文中 并没有对故人调查C女士仪式给出解释 她回应的部分都是私得问题 对于涉嫌违法的侵犯隐私行为 却没有回应 很明显就是在避重就轻 这件事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私得的部分并不会影响她之后的工作 涉嫌侵犯隐私的违法行为才是重点 可是蔡徐坤并没有回应这一点